好的 钟晴放长 上一次我们在讲的是智者大师 这个智者大师 他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 其实有很多很重要的工作 这个重要的工作 最重要最重要 其实是因为他把当时的 传进来的佛教 所有的典籍 因为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 佛教已经传了很多东西 甚至于经典 佛像 或者是出家的师父 仪轨 在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 很多的修行的体系 那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一套的修学方法 可是经典传来 有的是很流行 但是也有少部分的在做流传 那大家总是觉得 这个时候啊 到底我要看哪一本 其实到现在 也还是有这个问题 我们学佛到底要从哪一本开始看 那只有这一本经吗 那也有很多人会问说 师父你们为什么只讲这三部经 这个金刚经 愣严经 还有什么 华严经 那其他经也很好啊 对 其他经也很好 我们也在读 那到底哪一本 都可以 这个完整的 讲完 有没有哪一本 就是完整的讲完所有的本 有 就是 就其实是真的啊 那我们只是不知道 说原来这个是什么 那即使你有听到有一种说法 就是 你就看这一本就好 譬如说你就念佛就好 你其他不要看了啦 太多了 那即使是这样 有的人也是会想 那我想看看其他的啊 说不定有其他的说法 我更能接受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佛陀啊 他会讲那么多经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佛说一切法 为治一切心 那 这个大家在做 在做事的时候 或者是 在这一生当中 他会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啊 其实也会因为 每一个人的时代背景不同 还有性格不同 愿望不同 专长不同 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所以高僧大德也是如此啊 他的一个状况啊 不是只有这一辈子啊 他出生的环境会影响他 他的前世的缘分也会影响他 他这一生遇到的人事物也会影响他 他自己本人的一些思想也会影响他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啊 去听听这些啊 高僧他以前在修行的时候 他如何面对这个时代 然后他看到那个时代的需求啊 所以智者大师呢 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啊 因为当时很多的经典啊啊 就每一个人都有他一套的整理方式啊 所以南三北七 南边呢 南朝有三家主流啊 北朝有七家主流 都是专门在整理 当时传进来的啊 这些佛的经典 把它整理出来 他有一套一套的系统啊 有的是依照五十啊 就是这个什么时机 佛陀第一部经讲什么 第二部经讲什么 就是佛陀一辈子四十九年的 他的一个传记啊 他都在讲经说法 那他什么时候遇到谁 讲了什么经都有记载 那有人就说 那就照佛陀的顺序来学习 那这是第一种嘛 那也有人说不行啊 佛陀说的法 有的他这早期接触的地址 可能根气没有那么好啊 有的是什么 这个根性很高啊 有的是到佛陀的晚年 才来学的 他是初击啊 那你不能说 佛陀说法啊 到已经讲了几千部经了之后 还有一个初学的人来 一来没办法 你已经错过了 我们已经上课上到博士班了 你只能上博士班的课 是不是 有的人是这样 有没有 那你说 如果佛陀说法是 智识固定的 那这个说的太浅 那个很深的人就觉得太浅 有没有 说的太深 那很浅的人就怎样 听没有 听不懂啊 就他就不受用啊 那你只能说 你怎么 你只能说 没办法 谁叫你的命就是这样 对不对 现在目前我们是这样 就说师父 你可不可以讲难一点 没办法 我只能讲简单 师父 你可不可以讲简单一点 不好意思 我只会讲难的 就很困难 因为我们 没有像佛陀那么厉害啊 他可以横说述说 他应激说法 所以有一派的人呢 认为怎样 整理佛典要照 学习者的程度 有没有 有没有道理 你常常很多人会问 师父 我们这一种程度的 要怎样 学哪一本 比较适合 文明你有问过吗 你有问过这个问题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很想要知道说 到底那问题是 那我要问啊 那你的程度是哪一个 你的程度是哪一个层次 你说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一种测验 可以测验一下 我到底程度是什么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应激嘛 应激啊 这是 有的人是这种程度 有的人是那种程度啊 那比如说像现在 美玲 你的程度很高了 那你跟徐医师比你的程度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好 不敢比对不对 好 那你不要比 你跟我比 你的程度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不好的对不对 你会觉得 哎呦我程度不好 可是 你跟你先生比 你会怎样 开什么玩笑 他哪会啊 对不对 就这样啊 所以你说程度要怎样 到底我属于哪个程度 不知道 所以你不能放 放在同一班啊 你了解吗 那你以为所有的师父程度都跟我一样好吗 我们会以为这样啊 你是师父耶 你怎么程度这么差 对不对 有可能啊 就像我们说 徐医师 你是医生耶 你怎么程度这么好 这样啊 为什么 因为医生可能很会治病 可是他不一定很会佛法啊 哎 结果呢 哎 他不但很会治病 又很会佛法啊 好 那这是不是 不是普通的 不是普通 但是呢 如果今天 要 说用一个身份来论断所有的人 那你就不对啊 好 如果20年前说 啊 那个你还没学佛 那你的程度 当然不好啊 20年后 我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人会不会因为学习 他的程度就不一样啊 你不能说 因为这个 这一类的人 我就说这种法 那一类的人就说那种法 一定是 要怎样 应激嘛 可是有时候我们一起学 譬如说 夫妻两个 一起学 我都一起来上课 一个程度很高 一个程度很低 那 这个教学就有困难吧 你们分班好吗 不要 我们要一直在一起 对不对 为什么要把我们分班 你看不起我吗 是不是 有的人会这样啊 所以 佛陀很厉害 他是全部都同一班 但是 每一个人 都会听到 他要听的 有没有 这叫做秘密教 那方式是什么 有的是课堂上的 有的是课后的 你程度不好 我课后 在跟你补习 有没有 这叫秘密 那有的是怎样 就是现场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得度因缘 一因缘说法 随类各得解 所以有的人的分类方式啊 他就用学员 众生的根性来分类 好 那到底哪一类的才是对的 是不是 就变成很乱啊 有人说 我的分类最精准 有人说 你那个分类不能适应全部 那智者大师在那个时候 他就把南三 北七 总共十家 集大成 做一个研究之后呢 好 叫做五十八教 然后他就把他画了一个图 啊 叫五十八教全十图 好 从此之后 大家还是继续吵 为什么 因为那是你发明出来的啊 是不是 你叫做天台中 我不一定要认同你啊 好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状态了 什么状态 就每一个人 他都有自己的一套 修学的方式 有一套整理的方式 好 那相应的 就适应了 相应的就 就会 形成一派 那不相应的 他就自己又另外一派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多派 那么多派 因为就是大家 有的人 就是比较喜欢这种 有人喜欢那种 慢慢就形成一种 宗啊 什么宗 念佛的变成一宗嘛 研究经教的变成一宗嘛 那 喜欢禅修的 这时候 魏晋南北朝 已经有一个 来的 对不对 谁 禅宗的祖师 达摩祖师 来了啊 他现在在干嘛 他在面壁 有没有 他在梁武帝那时候就来了啊 他就面壁 有没有 就是在那边 因为人家 不流行这件事 大家喜欢 研究经 要么就是 修福报 那修福报 跟研究经典 那 跟禅 人就比较没有什么 没有那么流行 但是 也没有 不好哦 因为他后面 到唐朝的时候就 开始大明大放 那当然 他有他当时的背景 可是 就知道 在 那个时候 很多 各种 法师 在 一直在 弘扬佛法 用 他们的方式 用高僧 他自己 专长的方式 跟用他的愿力 在 弘扬着佛法 那度有缘人啊 佛度有缘人 那 智者大师呢 他在这个时代啊 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的事情就是把这些经典 把它建立起来 架构建立起来 整理起来 但是他不是自己发明的一个 这个论注 不是 他就是解释 解释佛陀的这一些教理 他到底是怎么用 他为什么会这样讲 他讲的内容 是属于哪一类 所以叫做 这个叫做天台中的一个 叛教系统 那他除了教之外呢 他还搭配什么 修行的观法 观行啊 所以他这一辈子呢 讲了天台三大部 但是 其实他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讲很多 五小部 天台中的典籍非常的多 他的弟子 叫张安尊者 把他笔记下来 因为他当时没有录音啊 但是他讲的 还好 他有一个弟子 很会做笔记 把笔记啊 就笔记得很好 所以各位 你们要认真做笔记 要不然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很好 因为我们有什么 有录音 所以还可以重听 把这些内容 写得清楚一点 因为人的笔记啊 有时候会漏掉 有没有 他东漏一个 西漏一个 那你中间那一段怎么办 打妄想的 接电话的 怎么办 那一段就自己补 对不对 那如果要出书 你就那一段就不可考 这就是问题 那五十八教呢 就留下那一张图 内容没有留啦 就一张图 然后呢 这个智者大师 讲的这些经典 非常非常的丰富 很多 那如果大家去看 你就会觉得 哇 这个师父 不是普通人 我们上礼拜呢 已经认识了智者大师 就知道 智者大师 真的不是普通人啊 他才刚出生 他就有能力 劝大家怎样 不杀生 记得吗 他的宾客 就是那个人家为了满月 他满月要大宴宾客 结果呢 所有的炉都没办法起火 所有的刀都断掉这样 所以没办法杀鸡宰羊 怎么办 只好请那些客人说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庆祝 你看这是不是 那个智者大师 就是从小就在 救这些众生 因为他只是baby而已呢 一个月能做什么 一个月呢 就靠什么 一个月能做什么 一个月手无伏迹之力 有没有 他不是哭啊 他当然就是 他就靠他的愿力啊 各位 心的力量很不可思议 是不是 你的心就是 不要杀身 不要让他们受伤 不要让他们为了你而死 你的心是可以做到 在强宝当中 他都会合掌 你有看过这种小baby吗 是不是 他会躺在那边 他就是都在合掌 各位 怎么会有这种小朋友 会做的时候一定朝西边 你不管怎么转他 他就是会自己朝向西边 你看这个人的愿力 他前世已经不是普通人嘛 他来的时候呢 就这么的清楚 小时候读了普门品 听过一遍就会背 爸爸妈妈不让他再听了 他自己脑中自动播放 你看哪有那么厉害 有 你现在如果认真学法 你下辈子也会 如果不幸有下辈子的话 你这辈子如果修成阿罗汉了 你就不会有那个轮回的危险嘛 那如果不小心 还没修好就轮回了 你这辈子的努力 你下辈子一定不得了 就是智者大师阿 智者大师他也不是说 当天就被认定说 你出生的这一刻 你就被授记说你是智者 不是阿 是不是 他也是努力来的阿 他的前世有努力 他这辈子还是很努力 他一辈子都很努力 那我们有没有 有阿 我们也在努力阿 我们前辈子好像努力的一点点 那这辈子再多努力一点点 下辈子再多努力一点点 我们以后就会变成很大一点 那成佛都是这样 每一尊佛都是这样来的 每一个祖师大的都是这样 没有天生的啦 没有生下来就该怎样啦 没有谁的条件就比别人优秀 都是努力来的 精进嘛 我们在说佛世界特别就要精进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佛都是精进成佛的 没有一个叫做懒惰懈怠睡觉佛啦 说哦 我有拜那个万佛 里面有个睡觉佛 不是 那个是睡觉佛 睡觉都在清醒的 连睡觉都在清醒 没有睡觉的佛啦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高僧大德的故事啊 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 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或者是激励 原来呢 有为者亦若是 这些都是我们的师兄耶 前辈耶 这是我们的祖先耶 祖先这么认真 那我们也可以 因为我们是他的后辈嘛 后代呀 佛陀的弟子代代相传 所以这是智者大师的故事哦 那我们呢 有的人说 我们又不会出家 那智者大师那时候也没有出家哦 是不是 他想出家 可是他还没有出家 是不是就像你们现在这样 你们也想出家 可是谁不允许 太太不允许啦 孙子不允许啦 妈妈不允许 爸爸不允许 然后我自己的烦恼心也不允许 各式各样的 整个社会也都不允许 全世界都阻止你 可是我好想要修行哦 我有想成佛的心 我有这个缘分呢 虽然还没具足 可是如果有一天可以的话 我也想 你有那个想 就跟智者大师没有两样啊 智者大师那时候也是好想哦 可是他的爸爸妈妈不行啊 时代不行啊 那个时代当中 朝廷很重视他的爸爸妈妈啊 他很重视这个大官啊 这梁元帝把那个智者大师的爸爸当成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他的宰相就在他身边来协助他 那是最重要的幕僚啊 最重要的官啊 那他的儿子老大官拜什么 主要仆彦就是大将军的 那那个智者大师是弟弟啊 你怎么可以从小就志向不在这里呢 怎么可以 拜敬族 不准当和尚 没有人在当和尚要为国家 报效国家 他是这样啊 是不是那应该要这样啊 结果的智者大师 15岁的时候 哦 梁元帝就败掉了啊 是不是 他就 就整个 败散了 家国破败 家破人亡 梁 现在下一朝是什么 宋其良成嘛 哦 是不是 那成的那个时代 很短啊 才十几年而已啊 就没了 有没有 好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会让智者大师就看到 啊 一朝君子一朝成 哦 是不是 你是天子的时候 你多么的风光 一拜散的时候 就变成仆人奴隶 有没有 哦 上家之权 或者是败国 国家破败了 你就变成下一个朝代的奴隶了啊 哦 你曾经是这么的风光 现在如此的凄凉 哦 是不是 所以他看到这个时代的一个悲惨啊 他当然更肯定啊 这个一定要出家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来请那个 哎 新智法师 你分享一下 这个一号 是出生在荆州 好 他出生在荆州呢 他住在 这个是湖北省 好 然后再来二 叫做尹川 好 尹川是在二 这是祖籍 祖籍跟他没有关系 他没有住到尹川去 那他到第三叫做到果院寺出家 好 是到湖南 所以他住在北边 然后他到湖南南边去出家 好 第四呢 他到了大咸山 就是湖南 就是湖南 恒山 恒阳 恒阳这个地方 好 第五 他去哪里 他去大苏山 慧师大师那时候 住席在大苏山 好 今天 这个是智者大师 好 那智者大师做什么 在点一下之后 他是汉传佛教中 最早 由本地僧人 所创立的本土信中派 以妙法莲花经为其根本经典 这就是刚才师父所讲的 他在当时 他用妙法莲花经的一个故事 他就是长者穷子欲 他就把整个五十八教 把他做出来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五十八教的 那一张图拿出来 好 然后接下来 这是他的传记 好 他是五百三十八 就是这个是西元五三八 五三八到五九一 给你什么讯息 他活几岁 六十岁 对 他只有活六十岁 六十岁 心智法师你几岁 六十五岁 你看 你都活得比他长寿 智者大师才六十岁 他活六十年 他就做了这么多重要的事情 好 那为什么 因为他就很不一样 他这个在南朝 沉水时代的一代 一位高生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他 因为他对我们中国历史 发生了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 然后他第一个 他出生在荆州 出生在哪里 荆州 这样子有没有比较清楚 马上就找得到了 他在荆州出生 好 接下来他在影川 他的祖籍在影川 好 第三个 他在湖南果院寺出家 有没有知道 就知道他跑到那里去了 好 第四个 他到大咸山 好 闭关 好 再来第五个 慧斯禅师 他那时候在光州 他住在大咸山 他特地跑到光州 好 光州 大苏山 这样了解吧 这样子你就知道 哦 他从这边 他是从这边 跑到这边 好 接下来 第六 好 精灵 好 精灵 哇 光市 他这时候 已经在弘法了 他到这个地方 这时候呢 其实当时 最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好 南朝立都 立在这里 就是南京 好 再来天台山 天台山在哪里 浙江 有没有 他在沿海 在台州 有没有看到台州 他就在沿海 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住在那里 他还去帮忙 去讲金光明经 因为当地的农 的人民都在捕鱼 捕鱼是沙生啊 他们没办法改变 他们的沙业啊 好 最后呢 智者大师 大力的弘扬 金光明经里面 流水长者 就一千条鱼的故事 不断不断的讲说 结果当地的鱼温 变成放生池 当地的鱼民变成农民 他们是改变了世代的业 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师父 他不是只有对高官 在那边讲法 然后我就一辈子跟权贵在一起 不是 他在当地的农 鱼民是有影响的 是不是 那我们捕鱼的 我们又不懂 我们没文化 可是智者大师 改变了他们的世代的杀业 是这样啊 好 那 依据什么经 一个和尚会什么 会讲经 他讲经讲道 让人家改变了他的行业 和尚厉不厉害 很厉害啊 我们不要以为 讲经没什么 说法没什么 和尚守无伏击之力 历代的和尚最厉害 玄壮大师最厉害 智者大师最厉害 为什么 因为他在改变的是业 包括事业 包括宿事的恶业 就是让大众呢 就会改变啊 有的人他都不懂啊 他觉得他比较厉害 他做官最厉害啊 做官最厉害 他为什么要学佛 你如果不知道 佛法最厉害 你根本没办法说服 这些高官啊 是不是 政治最厉害啊 这个财富最厉害啊 一般人的权势的力量 从哪里来 从社会地位来 从他现在有钱 有权 有势来 有没有 一般人认为 这个是最厉害啊 但是只有 佛法的学习者 才知道 佛才是最厉害 所以为什么 佛教里面有 人亡护国 般若经 佛陀为什么要讲 这一部经 因为王就跑来问佛 说 我们要怎么治理国家 才不会 才不会这么多的战争 才会变成强国 佛陀说 要用般若治国 你有智慧 你就会让你的国家兴盛啊 你全部的人民都很安乐啊 这叫转伦圣王啊 转伦圣王怎么样当王 就是一代君王嘛 他怎么样 就是四方都会愿意靠过来啊 这叫做得恨感人 是这样啊 我们如果不知道 佛法最厉害 我们只会在这个时代当中 畏惧于权势 而攀权富贵啊 只是攀富而已 不会改变哦 你不是说 我的朋友里面都是大人物 你就能够怎样 大人物要学佛 他才会改变 才会发挥好的影响力 才会改变这个时代 是这样啊 好 那小人物做不重要 当然重要啊 因为佛法是三根普坯 没有大小的 你只要是个人 甚至于你不是人 你是鬼 你是狗 你都能够学佛 你都要学佛 才会改变你自己啊 你的人生才会变好啊 所以我们没有佛法不行啊 好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人家不要听你的 因为你自己都没有相信这件事啊 我们自己都没有信心啊 我们的信心 一遇到那个 比较有钱的 然后就 我不敢 比较 学历比我高的 我不会 就这样啊 在社会上 大老板 我不知道我要跟他讲什么 你就都不会啊 就永远都不会啊 然后 那个信基督教的来 你也说 因为他信基督教 我的孩子都信基督教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对啊 你就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办 就要学啊 是不是这样 他都不信 我一直很正真跟他讲 你再多讲几次啊 你讲久了 你就会越来越会讲 智者大师也是这样啊 在小时候 要学佛被阻止啊 他被阻止 他没有办法 怎么办 没有办法改变 那怎么办 努力 他没有放弃 他的努力 他到佛前 一直拜佛啊 是不是 程度不好 有什么关系 啊 业障有重 有什么关系 他不会阻止你的心 所以他去 改变了什么 改变了 当时的 这些 做官的人的想法 他甚至于到最后 他还改变了他哥哥 他哥哥呢 大将军耶 是不是 他出家的时候 他哥哥说 我心如刀鸽啊 你要抛弃我 结果呢 事实证明 30年后 他哥哥就来找他了啊 他生病了 我怎么办 我生病了 弟弟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救我 当然有啊 来打坐啊 小指官啊 我们现在学的 就小指官啊 是不是 一小指官就会好哦 会 那你 那可是我不想要学小指官 那你就死好啊 有戏 这就最简单的方法 那你这个就会好 可以不用看医生吗 可以 那个许医师会失业 这样 为什么 反正他退休了 没关系 最好都不要看医生 我们这一辈子最好都是让医生都失业 这才是表示这个国 这个这个时代没有医院啊 这要消灭 要消灭医院 医院不能盖得比道场大 老实讲 去澳门的时候呢 我就想说 这澳门 赌场都盖得比 佛教道场大 你看所有的人跑去赌场 都不要去赌场 有没有 你说赌场盖得比赌场还要豪华 那不是很殊胜吗 大家都要跑去赌场 都不要跑去赌场 这样不对啊 这个问题越来越多 大家监狱越盖越多 然后都关不完 太满了 爆炸 是不是 医院越来越多 一味难求 大家还为了要有那个位置 还要去拜托厉害的医生 看看许医师有没有后门 就是这样啊 你就 你就说 哎呦 我认识一个医生真好 真不好 很恐怖 你应该认识一个法师 比较好 了解吗 一味难求 怎么会 地狱一味难求 硬要去 医院一味难求 硬要去 还得意养养 好开心哦 我终于遇到一个很厉害的 帮我开心 开心脏 这不行啊 这个很恐怖啊 我们最好都不要有这种事情 那你要怎么办 你要知道佛法可以救我们啊 你要有这种发心 那怎么办 我们没有怎么办 就是赶快努力学啊 把佛法学好 把佛法学好 你可以改变很多人 适者大师就是只有把佛法学好啊 他一辈子就是 一出生就在学佛 你看他说 合掌 要不然就 念经 就是 合掌跟念经 这两件事情 让他变成 可以改变这个时代 这很厉害 这很厉害 他很纯粹 读的经够多 虽然生命不是很长 他60岁啊 不是很长 可是他就是很认真的 把所有的佛经 最重要的把它整理完 三藏十二部经可以学完 把它学透 学透到可以把它架构化 架构出来 这是太厉害了 然后重点是 他还创立了一套修习止观之法 这些教理是可行的 他是可修的 可以验证的 他自己也是这样子修的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他的这些人生的历程 要好好的把它研究一下 我们上次是讲到什么 讲到的是要去出家 来 好 接下来请新智法师 你开始 好 这边 这个是上次我们在这里 对不对 对 好 后召二亲 后来他的父母亲相继往生之后 等他福王的丧齐之后 他就跟他哥哥求去 哥哥就说了 天已丧我亲 乳虫割我心 既孤更离安可忍乎 也就是希望他能够留下来 继继续考取公民 叫他不可以这样子就离开他 所以他贵子对他的哥哥说 习良金百万一朝 仆妾 也就是梁朝的时候 他有百万的成名 但是一朝战败之后 就变成了仆妾 那另外就讲到 与十九亿江湖之心不能复处 也就是 卑蕾之内 欲以报恩守得 当魔道为先 唐句何意 那他是认为说 应该是以魔修行为先 那这种短时的句又有何意 那他的意志是非常的坚定 这个威蕾之内是什么意思 就是威蕾是指那个小小之见 就是一个小山 小山就是一直 他小山丘不平整这样子的 那意思也就是 这个就是 就是他那个并不是那么 长久之计 不是来我来跟你讲 他要对他的哥哥说 他哥哥是做官的 所以他就直接把梁元帝 败王的这种情况告诉他 过去习梁 梁朝梁元帝 他的百万大军 一下子溃败之后 所有的百万大军 男的变成仆 奴隶啊 女的变成妾啊 是不是就这样 因为败王了嘛 梁朝败王了 前朝的子民 前朝的君 全部都是变成奴啊 官奴啊 好 那我问你 是这种江湖之心 比较宽广 还是威蕾之内 比较宽广 出家人 对 出家人就是 九亿江湖之心 就是要在四处 以四海为家 以四海为心 这是出家人的胸怀啊 那你做官的 很了不起吗 还不是一下子 就是一招君子 一招臣啊 你是一招是君子 你很了不起 很风光 一下子败王之后 就变成一招的仆怯了 是不是 所以他就用这个来 比你说 你现在所认知的 你认同的 你觉得最了不起的 这个价值 其实也不过是 小小的框架里面的 小 小 小确幸啊 老实讲 小安乐嘛 你依附着你的王朝 其实如果就整个 当大时代来讲 他是一个偏安的时代啊 宋奇良辰 是一个小小小小小 偏安在南边 就在那个小小的南京 称霸嘛 是不是 他也不是什么大 大国 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 一个时代啊 可是 他的哥哥却觉得 我们是大官呢 是不是 我的爸爸是大官呢 我是继承家业的嘛 那对于智者大师来讲 他觉得这也没什么 最了不起的 当然就是要像佛陀这样 有大胸怀 所以他说 如果你要报恩的话 你对于父母亲的恩德 你要怎么报 报恩仇德 当然就是要以道业为先啊 我没有比你不孝啊 老实讲是这样 因为他哥哥说 我爸爸妈妈已经死了 我们的爸爸妈妈死了 我们这个全天下只剩下 我们兄弟二人 你现在也要抛弃我 你是不是太不孝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啊 他说如果要讲不孝 是你比较不孝 不是我比较不孝 你不放我出家 你不孝 我现在要报的是恩德啊 老实讲也是啊 因为他爸爸妈妈现在不在了嘛 不在了 那出家呢 可以让九族升天耶 所以到底谁比较有不孝 佛陀他可以到刀立天宫去度 他的母亲啊 往生的嘛 往生的你要怎么度他 还是光宗耀祖就立那个牌位这样 立牌位就是没办法 你就只能这样 因为你找不到他啊 你只能请他 能不能够来修行啊 佛陀找得到他的母亲啊 他就直接到天宫去 直接闯到那边去直接跟他说法 这个更厉害 是不是 妈妈听完了就变成大菩萨了 而且很多人都因此变大菩萨了 所以你说谋道为先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堂聚合一 堂就是空啊 我空空的跟你相守 相聚 我跟你在一起 每天黏在一起 我们一起试 就这样啊 没有用啊 堂聚嘛 我现在跟你一直呆在一起 我还呆在家 我还呆在家 你都不让我出家 现在爸爸妈妈在 他阻止我出家 现在爸爸妈妈不在 你也来阻止我出家 我们继续留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啊 就一直守着而已 这只是没有用的 温情啊 堂聚合一嘛 铭记刻骨 亦不可疑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啊 你不可以改变我的意志啊 我现在的心是很决意的 是真的啊 如果他的哥哥没有因此就想通 或者被他劝发 我们没有自责大师呢 他哥哥可以阻止他 把他关起来啊 他可以跟他说长胸如腹啊 现在爸爸死了 我就是你爸爸啊 可以这样啊 我就代表你爸啊 他可以这样子啊 还好他哥哥有一点点的善根啊 这个是算是不错的 有被他弟弟劝成功 要不然我们就没有自责大师了 所以要出家不出家 是你有没有这个发心呢 这自责大师是很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出家 然后他又得到一个亡灵的支持 亡灵就赶快资助他啊 生住随喜 赶快赶快 我身在官府 我可以护持别人出家 这亡灵他是他们的顾教啊 那是什么勃勃俗俗之类的啊 就是官府当中总是有贵人嘛 六祖大师有贵人啊 有没有 他那时候要去拜见五祖的时候 我妈妈怎么办 就那个客人就赶快送他 让他安置老母耶 你看怎么这么好 这么殊胜 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我们很感谢 就是有护持这些修行人的护法 是这样啊 所以使亡灵聚乡 从灵求去 灵已成侯故旧 又加此智节 知己法聚 生住随喜 你看 有没有 他就是那个他爸爸的故 这个好朋友啊 他说我这个小孩子 志气非凡 年轻人啊 大概17岁嘛 就志气非凡 赶快我自助你 我赞助你 你赶快去 是不是 这是这个是很殊胜耶 好 所以 不要忘记这一路 以来 护持我们的贵人 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佛教里面 报恩这件事情 非常重要 佛陀 他在出家之前 他遇到那个 这个南方那个王啊 贫婆娑罗王 贫沙王 贫婆娑罗王说 你这个年轻人 年轻的沙门怎么修得这么好 你要不要不要出家 你来跟我一起共治天下 他说不行 我现在一定要去出家 要去修行 我要成佛 贫婆娑罗王说 那你第一个要来度我 你成佛之后 你要记得来度我 所以有啊 佛陀有回去 在南方哦 第一个据点就是竹林金色 他就是要报答那个贫婆娑罗王 一贩之恩哎 因为贫婆娑罗王 他的阿公就已经开始在 每天摘千身 他每天就给一千个修行人 不管是什么人 出家人 他不一定是佛教的哦 所有出家修行的 他通通一天就是提供 提供给大家吃 是这样哦 他会延续那个传统 每天摘千身 这样 摘贡的时候 他还会去现场看 才会碰到佛啊 要不然他怎么知道 那一千个里面哪一个是佛 他也看不出来 他也不知道哪一个 以后会有成就啊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知欲之恩哦 那个恩哦 其实是佛陀 佛教里面很重要的 智者大师呢 他有没有报亡灵的恩 没有哦 他只有把他写出来而已 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就 就很感谢他 有没有 就这样啊 哦 那 谁是亡灵 他他当时在乡 就是在湖南 他是湖南里面最大的嘛 是不是 巨乡啊 他在湖南最大的 那现在呢 他也不知道在哪里了啊 魂魄归于何方 你怎么知道 在那个乱世 可能今天是往明天就变成流匪的啊 流寇啊 那他在有权当权的时候 他做了善事 就是这样 所以非常非常的殊胜 这个别传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都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好 所以来 请继续 好 请继续看 好 好 开始 年18就投到香州果院室来出家 那他的师傅是法序法师 那就教他的实戒 还有一些律仪的部分 好 那之后呢 他又向北去拜会况律师来学律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也监通了方等金的部分 接着呢 他也往那个 到了大咸山做潜修的 那他送 当他送无量金 无量金跟法华谱咸观金 那不到十天呢 他三部经都读得很就近了 再讲一次是什么金 是无量 无量益金 他有法华谱咸观金 他有一个金 随朝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好 有没有看到 有 大家有看到这一段 这个画面 有 好 谢谢 门人灌顶 灌顶是谁 灌顶就是他的弟子张安尊者 这个人非常的重要 因为没有张安尊者 智者大师的所有的开师都没有留下来 只有张安尊者是一直在 好 就是会一直在在帮他做记录 天台第三组 好 大师 会自以俗性城市 迎穿人 好 那 这个爸爸妈妈的知道 好 到哪里 年十五的时候 好 这个校园之败 好 就是梁武帝 好 接下来呢 在于长沙向前 长沙向 他在长沙向前的 那个长沙向前去查 就是叫做长沙的寺庙 这长沙向前 像这种 我们不懂 看不懂 必须要去查 去了解到底这是什么 要不然人家怎么知道长沙向前是什么 好 所以他十五岁的时候 他就发愿 我今天要发心出家 好 他虽然还没有出家 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发愿很重要 发什么愿 是座沙门 赫富重法 为己重任 这段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是他的愿 好 那接下来呢 他就在佛前精进用功 精诚感通 梦比锐像 梦到什么 他就是在佛前 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修行 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修行 如果没有这一段的发愿 他也不知道他以后是真的来这里出家 然后他就梦到有佛来做什么 这边看叫做三变磨顶 有没有看到三变磨顶 你们就是要梦到佛 来跟你磨顶 就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他都会去摸他的顶 都不会来摸我的头 你们有发愿吗 没有 我们不行 是不是 那你如果有发愿呢 你就不用怕了 因为这件事情是做什么 这个佛陀来告诉他 你可以 你可以 因为你要发愿嘛 你视作沙门 赫富正法为己重任 在每个时代都很重要啊 那不是说那个时代 很多人在弘法的 哦 没有关系 我就 没关系 那一定就是有人去撑 撑起这个弘法的大任嘛 好 那 哎 梦比锐像啊 他就来 受金色手从窗 系入 从窗户的那个门缝 伸进去去摸他的头 哎 你光是想象那个 那个状态 好 那他是在做梦哦 哦 就梦到的 那梦到了 啊 他就更 怎样 他有没有 很得意说 赶快 宣布一下 开记者会 说昨天有佛 摸了我的头 不是 他知道 他知道 这次佛陀 跟他说 你可以 你就是这个愿 是对的 所以呢 他就更怎样 深厌家狱啊 啊 有没有看到 深厌家狱啊 就哎 这个 这个牢狱啊 就是这个家 把我绑住 这个家 一直是他的挂爱 他到后面 甚至于入法华三昧的时候 他还是看到他爸爸妈妈在哭 他爸爸妈妈没有放过他 他心里面的那个挂爱 一直就是 他父母亲 是不允许的 他非常知道 所以等到呢 他入定之前的那个障碍 修成功的障碍 就是 他就看到他的 爸爸妈妈的像 就在那边哭泣 他说这是软 有硬的膜 跟软的膜嘛 他说这是很可怕 他会勾动 修行人的心 让你觉得 哎哟 我不敢 我没办法 我对不起他们 这是用情感去勾 是最可怕的 你那个道心就软掉了 就没了 是不是 好 他说这个事情呢 是很严重的 一定要解决 私灭苦本 但是呢 二亲恩爱 不识听许 他就是不听 不听啊 不允许啊 他父亲的 父亲母亲对他的爱是没有 没有停的 所以怎么办 乃科相写经 科相写经 批葬寻经 小夜礼送 整个晚上 都是在用功 当拜佛时 月焉如梦 就是他就看到那个法师 就看到 他在拜佛的时候 有一个僧人 招手 叫他上去 因为他是好像在那个境界当中 所以虚余 就到那个山上 他就到了那个山上 一个天台山 师父有去过 智者大师出家的那个山 就是闭关的那个山 在天台山 天台山 山顶 他就一下子就跑到山顶去了 我们开车开很久 他开很高啊 在山顶 好那 他就进入了那个前栏 入一前栏 见所照相 就是他前面不是科经 科相吗 科佛相 他在那个定境当中 他就看到他科的那尊佛相 就在那个寺庙里面 就这样 好那他就说呢 他非常的 再比殿内 梦离悲弃而成所愿 他说 我要怎样 他发愿 他在梦中 就是在那个境界当中 你说 是不是做梦呢 不一定是做梦 但是如梦境当中 好 他发愿 学得三世佛法 对千步论师 说之无碍 才不会 堂就是又来了 这个堂 堂就是空嘛 不堂世间 世事恩惠 你就不会 虚沾信尸 你出家的目标 就是要这样子 学得三世佛法 对千步论师 说之无碍 你是这样 你才不会对不起 世间的四世恩惠 四世是什么 四世是什么 四件事情是什么 清传师 四世是什么 四世供养 是什么 对呀 四世是什么 四世就是 四世供养 就是指施主 他供养什么 衣服饮食 卧具 汤药 有人说 有人说 你出家 我现在 我出家了 出家的时候 我就 师父财产要怎样 财产你不要带来 你说那 那出家人 没有财产 那到时候 会怎么办 你就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到场就是负责你的所有的衣食住行 衣服 饮食 卧具 汤药 你要出家的时候 我问 我问山上的法师说 请问我要带什么 他说都不用带 真的吗 真的啊 你要带来做什么 你要用的都用不上啊 在家里要用的东西都用不上啊 老师讲 讲难听一点 连内裤都不一样 你就出家人穿的不一样啊 你要看看师父穿什么吗 是不是 就不一样 你来了 你就整套都是 都是出家人嘛 出家人的衣服也不一样啊 三一瓦波 你在家不会穿吧 请问 你在家不会啊 所以有一个人要出家了 他就说 师父 我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我都不要再买衣服了 因为这以后出家都用不上 我说对 正确 就真的啊 是不是 那衣服用不上啊 饮食 我家里有冰箱 用不上啊 卧具 汤药 你的所有的东西都用不上 以前有一个人来出家 他就带着他的棉被 他带着他棉被啊 这个我在家盖习惯了 出家 过一段时间啊 他盖一盖 发现 常住的棉被更好盖 他就把它捐出来 捐出来 红色的 谁要盖 没有人要盖啊 就坐着这边 那个毯子就那么踢来踢去 推来推去 没有人要盖啊 那就知道啊 因为在家的跟出家就不一样啊 但是你出家了之后 你就一直常住 全部都是常住供养啊 发心啊 了解吗 那你说啊 那我要还属 我还属 可以啊 你所有常住的通通都还回来 你说那什么要还 全部都要还啊 你就全部都要还啊 你说不行 我要穿着这个衣服 那你就是须沾信尸 包括什么 这20年来 大家护持你 给你吃 给你穿 通通拉回来 吐回来 是不是 要不然怎么还 怎么还 没得还 没得还 但是当然 所有的人 在护持到场的时候 一定不是要 各位还嘛 是不是 你要怎么还 坐牛坐马 无以回报 你不小心就变成他的孩子 下辈子要变他孩子 是不是 要不然你怎么还得了 施主是恩 是不是 还是 各位居士 你们来护持师父的时候 是 这个不错 这个以后来当我儿子 这样 你有这样想吗 或者 这个师父不错 我看他力气挺大 以后 他如果没修好 他就来当 当我家的牛 这样 不会吧 你们没有这种恶心吧 有这种恶心 不会 不会去出家 不会去护持 到场嘛 你总是希望 师父们 好好修行 成道正果 成佛 第一个来度我 有吗 你们有这样想法吗 是不是 就是 好希望师父赶快 出家 对不对 然后出家了之后 修得很好 你们有没有很开心 没有跟错人 没有护持错人 了解吗 你们会怎样生气 会伤心 什么伤心 就是 这些师父 吃香的 喝辣的 每天都在那边吹冷气 看小说 玩电动 然后呢 躺在那边 都不用做事 然后我们就在外面 拖地板 这样哦 你们喜欢这样吗 这是你家的儿子吧 才会这样吧 好 那个刚才形容的 那个画面是 你家的儿子 书贞的那三哥 对不对 他就在外面 坐牛坐嘛 这个场景才对嘛 对不对 所以 一定不是希望 法师们是这样啊 好 所以啊 法师 如果你是这样 你就惨了 你叫做 虚沾行尸 好 这是观念的问题啊 你不能说 我现在程度很差 所以我只能 躺着在那边 啊 那个 钱多事少离家境 因为我都没有成就 我没有那个心愿 你出家的 你没有那个心愿 那你不可以啊 好 因为出家的 那一瞬间 就在那边发怨了 发菩提心了啊 夹子热铁轮 在如顶上悬 要不然你不会出家了 老实讲 你只是 啊 一时的懒惰 但是 你没有那种怨心 你不会要剃这个头啊 你只是 蒙蔽了自己的怨心 是这样啊 我们再怎么样子 不行 那周立盘特 是我们的师兄嘛 周立盘特就示范给我们看啊 你老老实实的 把一件常住的事情做好 做一辈子 你也会增到阿罗汉 增阿罗汉不一定是 用讲经说法 增阿罗汉 也不一定是 要怎样 要长袖善武 要很会募款 没有啊 你老实修行 就是对得起了啊 大家了解吗 你说 我们根气很差 可是根气很差 不能够代表 不能够代表 你没有发怨了 你不能根气很差 你就不发怨了 是不是这样 因为菩提心是本具的啊 程度很差 身体不好 这些都是因缘啊 我们这一生的抱身啊 这抱身跟菩提心没有关系 大家了解吗 抱身跟菩提心没有关系 因为你学了愣眼睛 你就要知道啊 妄心 妄事 受想行事 色受想行事 它都是妄心 它跟你的菩提心没有关系 你不能因此而不发菩提心啊 你说我很笨 很笨还是会 还是菩提心没有笨啊 菩提心没有愚笨聪明之别啊 我很丑 没丑跟菩提心无关啊 你了解吗 是不是 我烦恼很多 烦恼跟菩提心没有关 真的啊 你去学华严经 楞严经 金刚经 就要认识这件事 所有的世间的因缘 我很穷 甚至于你在战争当中 你在饥饿当中 你在冰死边缘 你都可以发菩提心 你如果不认识这件事情 你就白学经了啦 好 这样了解吗 所有的佛法在讲的就这件事情 所以三世佛法是什么 就是一样 就是菩提心 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其他都没有关系的 其他都是缘分的问题啊 因缘好 很多人互执 你发的菩提心 更能够利益更多的广大的大众 更能够带动大众来发菩提心 那因缘不好 没有人要听 那比较惨 能力不够 那你至少你自己可以顾到你自己发菩提心吧 是不是就这样而已啊 所以自利或利他 他是没有差别的 没有差别 所以呢 对千步论师说之无碍啊 不堂世间四世恩惠 你要不会辜负世间的四世恩惠 那你说出家干嘛 就是发菩提心 那菩提心要干嘛 你不认识菩提心你就去认识他 你说那那我不要出家 那你当初出家在干嘛 你当初出家就是要发菩提心啊 你这样了解吗 师父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有什么 有什么障碍 往前一步 你就会越认识菩提心 你退转了 你退到哪里去 你就退到六道轮回而已啊 再继续轮回 轮回到后来再绕了一圈 发现还是只有这条路能走 他没有退路嘛 各位你没有退路 我们是人是善道 已经走到善的这个方向了 善道的人是最容易可以发菩提心的 条件是最好的 那你条件好 又不发菩提心 那就叫做自找的 叫做生在福中不知福 你辜负了你自己 是真的啊 那能怎么办 你没有那个心也没办法啊 所以呢 这是智者大师的这个怨心 每一个人看到啊 你自己要去想 那我呢 其实老师讲的讲高声传啊 不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啊 是看到高声是这样 那我能不能呢 我愿不愿意呢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这高声不在这个时代啊 所以高声要在这个时代找啊 谁要变成一代高声 就是各位啊 要不然你们出家了 是不是机会比较高 不是长高的高声啊 是你的心的志愿 你的心的心愿 你要有这个心愿啊 每天要发普贤十大愿 不是只是照念而已啊 要从心里跟高声学习 就是发这个愿啊 对千步论师 说之无碍啊 那这个 僧呢 就跟他讲说 你 应当居此啊 辱当忠此啊 是这样啊 既从物以方见己身 对佛而服 梦中之类 伪地成流 悲喜交怀 精情欲致 这是几岁的事情啊 你看他几岁 十五岁 诶 心愿法师刚好也是十五岁 是不是 是十五岁的志者大师 现身来告诉 十五岁的心愿法师 辱当 取此 辱当忠此啊 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会听到 我们为什么会听到呢 好 你会听到就是表示你 跟 跟志者大师有一个缘分啊 有一个在一 在 一样的 同一条路的缘分 你才会听到啊 好 后召二 二亲啊 他已经 往生了嘛 好 好 那兄长说 天已善我亲 乳虫割我心 有没有 老天爷 已经对我这么的残忍了 把我的父母都剥夺了 你又来割我 是不是 既孤更离 有没有 啊 安可忍乎 他说 孤就是他变孤儿了嘛 爸爸妈妈不在了就是孤儿嘛 离呢 兄弟 分离啊 骨肉分离啊 那我受不了啊 这个志者大师是跪着跟他讲啊 有没有 习良金百万一朝仆切 于十九亿江湖之心 不能复处 威蕾之内 欲报恩 仇德 当谋道为先 堂聚合意 铭基刻骨亦不可依啊 所以这边就讲 使亡灵聚乡 从灵求去 他去跟这个亡灵 跟他讲啊 说我要去 哪里 我要去出家 所以亡灵就帮助他 深住水洗 好 年十有八 他投乡州果院寺沙门 他在果院寺出家 这果院寺在香州啊 这沙门呢 也是非常好的师父 要不然他不会 不会跑去找他 这个法序法师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介石 他教了他佛法 他让他可以 有一些基本的 他一出家就做什么 你看 大家看哦 旭受以十戒 导以律仪 当时出家就是十戒 沙咪十戒 一出家就先受沙咪十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典里面 法师的作为 这个地方就是直接就是沙咪十戒的 好 然后呢 叫他呢 去找汇矿律师 专门学界 所以他就往北走 他往北走 他到了大咸山 他到大咸山去 送法华经 无量益经 普贤观经 立社二巡 二巡 巡就是十天 二巡就是二十天 三步就近 他送这三步经 他一定不是 就是每天就是啊 这个 晃神 他是在那边用功的 他不只是送这个法华经 无量益经 普贤观经 因为这个当时的这种送是把他背起来的 所以他基本上呢 他是这样啊 因为他一开始 小时候他听那个出家师傅送经 送一遍他就背起来了 普门品他是背起来的 后来他的妈妈爸爸就不要让他去再找师傅了 他自己心中就跑出那些经啊 所以他在大咸山送的这个经 就是这个时候说 我小时候就送过这个经 我脑中就有这个经 所以他其实是背起来的 他现在在念这个经的时候 前世的记忆全部都跑回来了 是这样啊 立色恶寻三步就近啊 所以他讲的就近是这样啊 不是有念过而已啊 有念过 跟各位 你念的华严经念的几百遍了 你有记得吗 是不是 所以啊 有人说 师傅要念那么多遍干嘛 因为你就记不起来啊 你当然念很多遍啊 你如果记起来 你念完了记起来 你一定不一样 你念完记起来 你一定不一样 那念完等于没念 那你就多念啊 就表示根性不好啊 是不是 我念完了 然后好像都忘记了 再念一遍 又再加强一次 再念一遍 读经的目的是要背经 因为经里面教我们怎么修行 如果读完经学完了 结果讲出来的话还是跟经差很多 讲话很粗俗 没有经典的味道 那你就是没有在读经 你说出来的话代表你的头脑嘛 你心里面想什么 是不是 那叫做学养啊 修养啊 我的嘴巴讲出来的话就代表我的心 那我的心要怎么样变成佛的心 你念佛的心嘛 佛的心在哪里呢 佛的心在他讲出来的话里面 有没有 所以佛讲出来的话叫做经嘛 那你要学佛的心 你就去研究去学佛讲的话 大家了解吗 好那佛讲出来的话 你看不懂你把它背起来嘛 我们小时候学大人讲话 就是大人说一句 我们跟着附送一句嘛 所以你看到这个人说话 怎么这么没礼貌 表示他跟他一起的大人 一定也是这样 他叫做耳濡目燃 那叫家教嘛 然后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大人就看大人都是怎么变成大人的 每个大人也是有变成的过程 那我们怎么长大的 我们就是不是读圣贤书长大的 我们是看电视长大的 所以你学的都是电视语言嘛 那现在电视能看吗 你看到电视都在互相骂来骂去而已啊 就讲坏话 要不然就讲黄色笑话 要不然就是最近为什么那么多me too 就是跪圈很乱这样 为什么 因为这些好像很有名的名人 就是不行啊 为什么 因为这整个社会没有以圣贤的方向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没有从圣贤来教育啊 各位有吗 现在都是要推翻啊 不是要推翻嘛 要个人主义啊 所以归根结底 就是我们自己的整个文化的根 被拔掉了嘛 难道不是吗 所以你说年轻人不学佛 不是啊 所有的人都不学佛 因为佛法在讲的是那个人心的基本的水准啊 人心的水准 是一个人有没有水准 他很有水准 很善良的人 他自然会跟佛法相应 因为你会跟佛的心相应 你会跟佛的菩萨的心相应 因为很感动 你读华严经的时候 你会哎呦怎么这么感动 这么感动就表示你的心是有这种心的 你跟佛的心是有感动的 大家了解吗 这个问题是 为什么要读经 你用读经来测试 看看你的心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读经都读不下去 你这个人很糟糕而严重 很严重 真的啊 你读经都读不下去 你看一些有的没的 你都看得下去 你看那个心有多严重 是不是 我喜欢看那些 那个 那个网路上的那些动画啦 电影啦 追剧啦 乐此不疲 那里面呢 有什么 很好看耶 很好玩耶 好 那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呢 来听主事大德 还无聊 那你就惨了 这是很惨耶 但是根本上的内心已经盲目了 已经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 是不是 那他一辈子都已经是这样子 没有那个习惯你叫他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 然后呢 会觉悟哦 不会哦 有的人到往生 很多人会问啊 奇怪 浮法那么好 怎么都没有人要信 嗯 那你要怎么办 你先问 那你为什么信 你只要信 表示这个世界上 一定 一定 有人要信 就是这样啊 所以 智者大师在那个时候 他身边没有人信啊 但是他还是 坚持着 坚守着 他心中的那个信 从 累生累劫以来 就是这样子的 信受佛法 他的师父跟他讲 慧师大师说 昔日同文法华嘛 同文啊 是不是 好 你看 接下来呢 他读的这个是这样啊 他在读的时候 他就知道他以前读过 是不是就这样 就以前读过啊 各位你在读的时候 奇怪 以前没读过 但是一定也有一些是 觉得很熟悉 有吗 有这种感受吗 至少很喜欢 至少很喜欢 这个就是 素氏 有一些 那他 藏在记忆的深处啊 好 那接下来呢 他就读啊 他在学啊 在学的过程当中 哎 心静行情啊 顺向献前 他修这个方等 方等忏法 方等忏法是什么呢 其实 他其实就是只是忏悔法门 啊 所谓的方等经就是 像楞严经 啊 维摩结经 这些修法啊 就都叫做忏法 那忏的意思呢 他有 忏罪 但是在忏悔法门里面 很重要 很重要的是 你忏悔完 你要 发广大愿 所以他从 小 小圣的心 会转成大圣的心 透过忏悔法门 他会 回小向大 这叫做 方等忏法 我们要拜的 梁黄宝燦也是这样 刚开始 谁没有罪 谁有 没有业 每个人都有啊 好 那我借由这个忏悔 把过去种种忏悔掉 最后呢 心的开始 就是依着六根 而发愿 从今以后 我要发大 广大心 这叫做方等忏法 是不是 那我们在修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你的心 越来越 越来越精进 越来越清净 行为越来越能够纯粹 好 而且还会有 圣向现前 好 会有圣向现前 那各位 我们在修法的时候 会不会有圣向现前 会 有的人会闻到味道 很香 奇怪 哪里来的 有没有 有的人诵经 诵一诵 有香味 有的会梦 做梦 梦到什么 就像智者大师这样 就梦到佛菩萨 梦到金光 你的心里面 其实如果你的信仰 是纯的 你去修 去做 它就很 很快 那有人说 奇怪 我学佛学很久啊 怎么都没有 我不信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 因为其实你没有行 福法是这样 你只要行 你只要做 就有 你不做就没有 不是等你信好了 有信的才去做 你半信半疑 你勉强自己去做 做做做做做 你就会 有 你硬不做 你永远不可能信 做到后面呢 就很神奇 做到后面就会很神奇 那那个神奇还不是小小的而已 有些人就是做一点就很有效 那个很有效 其实都不是很厉害 最厉害的还在后面 你修到那个层级 越高的时候 你那个力量是越大 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 就会突然有 种乐透啦 因为种乐透这件事情很困难 你要去买才会有种啊 唯一有希望的就是 你那个去买东西的 那个统一发票 那可能还有希望 对不对 但是你要去对奖 你才会知道啊 你那统一发票 每一次 这个中奖的 很多都没有去领啊 我们去看那个 我都是去全家买东西 去统一买东西 好几个 请问你买的 你有会留下来吗 你有的时候也会忘记 有忘记要去对奖啊 是不是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那一格啊 会对的都不是你啊 有心想对的都没有啊 没心想对的 那个钱都在那边 那个是一个福报啊 看不到的福报 看不到的在那边啊 人少了就放松一下 人多了就比较 我自在这儿不敢去 所以呢 其实这个就是圣像 你要让圣像现前的时候 你什么圣像 好 他看到什么 见道场广博 见道场广博 妙式庄严 而诸金像 纵横 缤纷 身在高处 高座 竹 聂 神床 口诵 法华 手 持 金像啊 很神奇哦 他 修法 修道 看到自己 未来 讲经说法的样子 这很神奇啊 他什么 他20岁 站在那边 拜佛 拜佛 他怎么会拜到 怎么会知道 他以后会这样 这是他以后的场景啊 有没有 就是他 我们刚出家 你有没有想象有一天你讲经说法要什么样子 没有 你有没有想象你以后组法要什么样子 没有 没有 现在就去想 好 但是不是妄想说 有一天我要怎样走路要怎样 不是 是 这个代表你在弘扬佛法 贺丹如来家业的 好 那你这发心啊 就要跟佛 这个就是佛的样子嘛 成佛的样子啊 要不要佛 都在干嘛 就是到处去 讲经说法 在各式各样的地方 讲经说法 你会觉得他很殊胜吗 有的没有觉得啊 因为你没有那个心愿 要弘扬佛法 那最后呢 他就很殊胜哦 你看 事后 心神荣静爽力 常日待寿 聚足滤脏 精通先世蒙动 而常要残月 江东无足可问 这个不是这样对断句 泱泱江东无足可问 这样 看懂吗 心神荣静爽力常日 待寿 巨足 等到他受了巨足界之后 滤脏精通 他就要把巨足 他前面刚开始只有受沙咪十戒嘛 沙咪十戒了 那时候就很用功了 当沙门 当沙咪的时候 好那等到 他去受戒 他就滤脏精通 先世蒙动 这个很特别啊 什么意思 他前世的因缘来了 前世蒙动 一直出现他前世的愿力 有没有 他一出生就是已经是带着愿力来的嘛 好 那前世的因缘到底是怎样 他要去哪里学 他的法到底是要学什么 前面学的是这个啊 大贤三宋 法华经 无量益经 普贤观经啊 是不是这样 就是跟一般的一样啊 学戒啊 学法华经 哪一部经是我的前世因缘 哪一部 不知道啊 现在是不是就这样 大家都你不知道你的愿力是什么 你就是都去学 先不要先预设立场 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学这个 你把它学好啊 好 有的人一学就 哎呀我不相信 你不要先不要急着不相应啊 你先不要急着放弃啊 你要学进去了 你才知道是不是啊 你都还没有学 就先说不相应 因为啊 那你最相应的一定业障嘛 就是我跟睡觉最相应啊 那你难道你就一直去睡觉吗 好 那我们要跟法相应 就是要 要把你的 上面的那个障碍啊 就是 负障必住的那个障碍 那个萌萌的障碍啊 那刚出家 有的人会问啊 师父 我以前头脑很好 我的记性很好 我都背书都背很快啊 为什么我现在都背不起来 因为你盖住了啊 五盖嘛 最近大家有没有什么盖 有没有学什么盖 盖子啊 有吗 五盖是什么 啊 大声一点 啊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你们不是去五盖吗 有几个盖啊 你们不是有五个盖吗 五个盖是什么盖 就贪 撑 吃 贪 乙 五盖 对不对 睡眠 乙 是不是 就有五盖啊 是不是 有没有盖起来 各位你有没有盖起来 好 想睡觉的时候 有没有盖住 盖着 对不对 好 睡眠是盖啊 好 让我们头脑不清楚啊 有吗 就不清楚啊 就是会昏昏沉沉啊 那是盖啊 还有乙 也是盖啊 贪 也是盖啊 就把我们的心盖住了啊 所以为什么要修家行 修家行 要把那个去掉啊 啊家行在哪里 家行就是在这边啊 方等忏法 好 下个月 8月 8月15号 要拜 梁黄宝灿 梁黄宝灿 谁要拜 不是等梁黄宝灿的时间到了 大家一起 一伯伯 七 这个是一般居士 因为他们平常没有时间 所以只好设一个时间 大家一起来拜梁黄宝灿 因为自己在家拜 拜不起来 好吧 来跟着师父拜 有没有 好 那 法师什么时候拜 现在 7月 8月15号 要开始拜了嘛 你可不可以提前 开始 就拜了啊 提前一个月 每天早上 就做早课 就拜梁黄宝灿 每天早上拜 梁黄宝灿呢 供修的时候拜 是用唱诵的方式 自修的时候拜 你不用唱佛号啊 大家听得懂吗 我们诵经拜佛 就念着那个佛号拜 供修是为了要吸引更多的人 可以唱好听的 范拜 所以设供修的法 那个 范音 自修 法师自修 是为了要忏悔 修家行 所以梁黄宝灿 当做早课 来拜啊 大家听得懂吗 我们前面 万佛 已经拜的 差不多了 要圆满了 接下来 要在8月15号之前 我们就拜三部 梁黄宝灿 你说师父 我们这样一个早上拜不完 不可能 你不要唱佛号 佛号不要用唱的 用念的就可以了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这样了解吗 那就 这个叫做方等忏法 各位 度众生 第一件事情 你自己要先把自己的修行 顾好 法师的修行 自己顾好 顾好 让自己的修行 一直在精进这件事上 什么叫精进 就是 常住有排功课 照着常住的功课 做什么都好 常住没有功课 自己安排功课 让自己的时间不要浪费 你要背经也可以 你要写经也可以 你要研经也可以 你要讲经也可以 是不是 那要拜佛也可以 那你不要说 师父 常住都没有安排 常住没有安排吗 常住有安排啊 安排早课晚课做功课 节下的时候有功课 其他时间呢 你也要帮自己安排 你不能师父都没讲 所以我就在那边发呆 我说你在干嘛 现在在休息 这样 你休息也要知道你自己在休息 你恍神也要知道自己在恍神 因为你就是安排你自己的功课 安排这个功课呢 就是要把新的盖子把它拿掉 那个盖子你没有赶快把它开掉 你的智慧都不开 智慧不开 你念很多经 都常常会怎样 就跟烦恼共存 最后你就会被烦恼打败 就要法不入心 法不入心 好 那如果有一些居士啊 来了 他来学法 你跟他讲 你愿意发心度居士度众生 这个居士呢 是想要学法的 而不是只是想要来聊天的 你就是跟他讲佛法 法师只要负责会讲佛法就好 法师不用负责 跟他什么东南西北 什么咖啡通通都研究透了 不用 我们都可以不懂 什么政治啊 哪一派跟哪一派啊 现在谁要来选总统 你都不用了解 没有关系 你只要会懂佛法就好 因为居士来 他就是要来学佛法的啦 他在外面都学不到啦 那外面没有人要跟他说佛法啦 在家里面也没有人要跟他说佛法 是不是 好 那 这个就是我们的功课啊 你不管是 我今天在跟人解释 来说佛法也好 没有居士 就自己用功 也是在学佛法 你不要让自己停下来 因为要去受戒了 受完戒 更是没有时间 有时间在那边好好的自己拜个佛 都没有时间 因为我们要弘法 不能等待的 每天就是各式各样的发心 我们的生命很短暂 一下子就 咻时间就过去了 高深大德不是等 等久了 等我五年 我就变高深 没有 你这五年如果 没有认真喔 你五年后也不会比较好 所以常常很多人说 师父 我不会说法 那我可不可以晚一点 可以啊 你晚一点 你还是 你明年说 你还是不会说啦 师父 我们才刚出家 就是这样啊 是不是 你到八十岁 你还是不会说 因为你没有准备 要会说 说就是练习来的啊 横说束说 我们没有人天生 一出生 像智者大师 就会说的 那个是奇葩 他也是一直练习来的啊 那一个人也说 十个人也说 一百个人也说 一万个人 你才不会怕嘛 那你等到 我要有一万个人 我才会觉得说的比较 有成就感 那你等要 你就分其付款啊 你每天说一个 你一辈子就可以说一万个人啊 你就可以对一万个人说法了 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自己就要怎样 不厌其烦 先是蒙动 蒙动是什么 他说因为他前面的用功 那个盖子拿掉了 所以前世的那个扇根因缘 一直冒出来 一直冒出来 可是他不知道 接下来他的师父是谁 因为能教的那个汇矿律师 已经把滤脏都交熟了 他精通了嘛 接下来呢 他问不到人 他需要有老师 这时候老师就出现了啊 泱泱江东 无足可问啊 有慧师禅师 慧师禅师 我们上次讲过慧师啊 超级用功的啊 有没有 记得吗 你看这边还讲啊 十年长颂 七载方等 九旬长 长座 一时 元正 人家在介绍这个人 应该是他要找的人 使有慧师禅师吧 有没有 大家记得吗 表示上次都没有来上课 没有来上啊 慧师禅师啊 还记得吗 心语法师有讲慧师禅师 心语法师讲一下 慧师禅师的特质 什么叫十年长颂 七载方长 方等 九旬长座 心语法师讲一下 他节下的时候就是这样啊 他有三次 节下 都是什么 修四种三昧啊 修那个没睡觉的 要记得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慧师禅师在那个时候他是在两次节下他都非常的认真 即便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啊 他根本都没有睡觉也就是说他在行经行跟送金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那时候就加工 那时候就加工用行 特别加班 十年来的修行 那时候呢 慧师大师已经给大家就是已经耳闻了啊他这十年当中呢他是都是以送经为他的功课 但是呢 他还加上官行 七载方等 一样就是方等颤法 九旬长座 九旬就是九十天 九十天就是节下 节下安居的时候呢都有特别的一个修行 慧师大师他的修法是这样 一时圆正 好 这简单来说 其实很少有人这样子 所以呢 他说 我大概智者大师就知道这个就是他要找的老师 因为他的修法跟他很像 他也在做这件事 宋法华经 修方等颤 他也是这样 好 所以呢 他去大书山 去光州大书山 好 但是呢 其地乃是城旗边境 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了 他还是去 好 接下来呢 他去见到了 出货礼拜 他去见他 他去见 慧师大师 慧师大师一看到他就说什么 昔日临山 同听法华 庶原所追 经赴来以 我们 之间的缘分 就是在法华会上 一起学法华经 那这辈子是做什么呢 要来弘扬这部经 那法华经是什么 法华经就是佛陀 最后的总结 佛陀说法的最后总结 就是人人都有佛性 人人皆当成佛 怎么做 即是普贤道场 未说四安乐行 就是这四安乐行 他依着普贤菩萨的修行 来有四种安乐行 我们下一次来学什么叫四安乐行 心智法师你有在 你有查这个四安乐行吗 有 他会上 也有放 就是这边 好 身口意 誓愿安乐行 表示你做这四件事情 你就很快乐 安乐啦 来各位 什么人不用安乐 什么人不想安乐 是不是每个人 那你怎样可以大安乐 你就修这四安乐行 法华经 是让大家通通都得到最大快乐 的一部经 法华经 李华严经 厉害还是不厉害 是厉害的还是不厉害的 他们是同一部 是同一部经 讲的是同一件事 但是 佛陀这一生第一部讲的是什么经 华严经 对华严经 最后要往生 缘吉之前讲的是什么经 法华经 佛陀 佛陀从一出一成佛到最后要走都在讲同一件事情 就是人人皆可成佛 但是第一开始讲的时候 没有几个人相信 没有全部的人都相信 所以呢 谁相信 跟他有一样的智慧的菩萨相信 所以各位 你学到华严经 因为你相信他 你相信佛 好 那不幸的呢 由相信的来慢慢引导 引导了一辈子 到最后 在往生之前 佛陀又讲了法华经 然后就告诉大家 人人皆当成佛 然后菩萨 在场的菩萨说 这早就讲过了 对不对 好 那法华经里面的 瑟利佛啊 他说 我怎么都没听过 这样 觉得 瑟利佛在华严经的时候 在干嘛 在华严经的时候 他没看到 没听到 不见不闻 到法华经的时候 他终于忍不住了 他说 奇怪这么精彩的 我怎么没听到 好 佛陀说什么 佛陀说 哎 冤枉哦 是你不要听 不是我没讲啊 好 我那时候一直对着你讲 你就说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是这样耶 好可怕 我们的心会障碍自己 不要听耶 都这样哦 有没有这样 好可怕 那个盖啊 盖住的时候 纵使 如雷贯耳 你依然 不见不闻 这很恐怖耶 好 现在又要 就要把那个盖子拿掉 好 所以你要从 华严经开始发现 嗯 华严经 入不了心 那 不要放弃 华严经 因为最后 法华经 只是换个方式讲 一样同意不清 你入不了心 你就多做家行 好 所以把这个修行的方法呢 落实在生活 你会得到四大安乐 生也快乐 口也快乐 意也快乐 誓愿也快乐 你会做一个快乐的修行人 就这样 好 这样了解吗 好 我们今天呢 先讲到这边 我先讲到这边